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27号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好几天没跟大家见面了 因为上一次我们去的营地是在Pound Spring 那个营地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了 然后四天以前我们又到那里呆了四天 今天然后我们从营地转到了新的阿瑞桑那州的营地 所以说经过了怎么讲呢 就是快一百天了 已经三个月多一点了 今天好像是95天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经过了95天的旅行 我们终于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 看玩笑啊 终于冲出了加州走入了阿瑞桑那州 我现在是在一个clubhouse里面 就是所谓一个娱乐中心吧 就是整个社区 不是社区 就是整个营地的娱乐中心 所以是个公共的场合 我声音也不能太大 旁边他们是在玩那个什么 玩那些 你们可以看一看 我给你们大家看一眼 看到吗 他们是在那玩捉球是吗 在那不是 就是康乐球 叫什么球 我也不知道 anyway 那个 现在已经晚上了 就晚上七八点钟了 那个平时这个地方人蛮多的 大家在这看电视啊 打游戏啊 或者上网啊 或者在这学习啊 好多孩子们在那儿学习上课 然后那边还有个图书馆啊 还有一个这个棋牌室吧 就是可以在那儿下棋打破课 还有可以在那儿做一些啊 其他的活动吧 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个从加州我们大概一共走了 八九个营地吧 然后有一些营地走了两次或者三次 一共经历了95天时间 也有在外面待着 就所谓在外面就是不是在营地的 比如说在Warma呀 或者在一些这个 英文叫那个Boot Dogging 就是在一些 比如说葡萄酒庄园呀 橄榄油工厂啊 或者一些私人的家里面 因为有一些program 有一些就是会员制吧 就是也付一点点钱 50美金100美金 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呢 就是在别人家里面的后院来过夜 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长途旅行 比如我们又有那么两次吧 都是三四百英里四五百英里 这样的话就是现在也年龄大了吧 也不想让自己太累对吧 也没有必要那么累 我们不敢路也不 也不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什么风雨兼程啊 跟赶火车一样就是赶路啊 就是不停的开啊就是上路就是走啊 争取时间啊什么的 过去一辈子旅行都是这种状况啊 现在这次旅行呢完全形势就完全改了 就是完全是怎么讲就是放轻松 然后呢自己不要给自己任何压力 一天呢开上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然后呢累了呢就停在路边 躺在床上睡觉啊 这个真的是实现了这种 就是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啊 开上两个小时眼睛就发色啊流眼泪 好像就感觉到很累嘛 就是就车只要旁边有可以停车的地方 哪怕在高速公路上啊下了高速休息站啊 或者是路口啊就是或者是路边有路肩 就是不是高速啊是这个普通公路的这个路肩 有的时候大卡车也是会在那休息 那你就停在旁边 停下来以后呢你就可以躺在床上 睡一会儿 昨天我就是开了两个小时以后 莫名其妙特别累 然后我就在那睡了十分钟 就躺那儿就睡着了 哎起来十几分钟 就马上恢复过来了 因为你是百分之百的躺在床上睡觉 所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旅行计划呢 我们就逐渐的就是往东走 逐渐的开始离开加州 开始就是真正的开始我们的长途旅行吧 就是啊我们会一站一站的 现在也没有什么计划了就是走到哪儿算到哪儿 然后根据我们营地的那个情况和附近的景点啊 或者是城市啊或者是反正房车就有这个好处嘛 就是不用太这个plan ahead 就是事先做一些计划 而是就是你当时做也可以 然后今天临时就在哪儿停了 就在哪儿停一停 然后呢第二天呢就是再出去玩 或者看见什么就好玩了 然后就在附近呢主要是有条件 可以停车的地方 当然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不能随随便便地在城市里啊 大街上啊这个不可以 还是要就是允许可以这个RV或者是卡车 停下来休息过夜睡觉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停下来在那里过个夜 然后在那儿休息一下 嗯然后再到附近的景点对吧 当然有些景点可能个别的景点需要那种什么SUV啦 或者是那种很很ROUGH就是很不好的那种 不是水泥百油路的那种土路啊或者除非那种啊 就是那种路我们不太想去啊 因为我们毕竟是扛着一个家嘛上面过碗瓢盆的 然后你一走的话就会叮咛咛咛咛的声音就会很大 所以呢这个其他的只要是平一点的 哪怕没有水泥或者是什么路 我们都可以去探索 时间没有问题 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 就地就过夜了 也没有问题 如果我是深山老人 或者景区 或者很远 三四十英里 四五十英里 那种很慢的山路 树林等等 荒野都有可能 现在我们 这几天我们是在营地修整一下 然后我们在附近hiking一下 然后七天以后 我们就会去Sandona 我今天也在电脑上研究Sandona 都有一些什么hiking 一些trail 还有一些什么风景 还有一些地方要值得去 在哪里停留 研究一下路线 期待着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能有非常多好的照片 或者影像 呈现给大家 就是进入阿尔塞纳 阿尔塞纳其实真的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大洲 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 和非常非常多的国家公园 我们这次可能只是去它的四分之一 甚至五分之一的地区 对吧 它的重点的地区是在中部和北部 就是四十号以北 我们基本上在四十号以南 十号以北 就是在二六零六十号这个区间运动 对吧 我们不会去北面 也不会去南边 因为这次的计划 就是说不想去太冷的地方 南边呢 太熟悉了 我们走了好几次了 十号 他们在打球 声音比较大 所以这次我们就在中部的阿尔塞纳州 大概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区域 沿着二六零和六十号旅行 然后从那个 当然时间比较久 大概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很慢 非常放松 然后非常的这个深度游吧 所谓 其实也不是什么深度游了 就是住在这儿了 基本上住一个月 然后附近呢 有什么地方 我们就可以去逛一逛 好 我看今天给大家汇报 基本上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